今天我才知道了 在这儿 你看啊 我们一般就是从这儿上的 对吧 你根本不会注意 这儿其实有一个高级的工作台啊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工作台来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你看 这里是所有的东西 看到没有 我们 有些还在上锁啊 就说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来兑换 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了 森林丸子 我们还需要两组 我们的素材应该都是够用的啊 所以你看 就直接就拥有了这个东西 我的天哪 我之前还竟然去打了这个泥手怪 你不过这图什么吗 走赶紧去开拓森林 让咱的阿秋工作 我们再来制作出两片森林 就可以交这个任务了 第一片我们就放在这儿吧 这是第四块啊 然后我们再在这边再来开一块 阿秋怎么了 都是因为方块哥 你把丸子 森林丸子放在地面上 打造出很大一片森林哦 真不愧是阿秋 居然能打造出这样的森林和绿意 你绝对是巨型蚯蚓界的高手啊 吉巴克 因为我不是巨型蚯蚓 而是超级蚯蚓 不是高手 而是超级高手 一点不谦虚啊 总之 这座空荡岛上也终于有了森林了 绿意沿着河流扩散出去 实在是非常的漂亮呢 曾经一片荒芜的岛 居然变得充满绿意 真是太了不起了 方块哥阿秋 好 然后呢 呀 我们的森林怎么放了一个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整个三个任务全部完成 白爷再次出现啊 你已经达成开拓配方 做得好 方块哥 看着吧 你身上会出现小徽章哦 又给了我们一个小徽章 我们现在一共拥有三个小徽章了 白爷呢 再次消失 好 这次呢 我们完成了这个开拓的三个任务中的所有啊 只要在土地中立起稻草人 大家就该把耕地变成汉地 如果不希望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草原或森林变成汉田 立稻草人的位置请避开那些地方 在耕耘好的汉田里播种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 作物就会成长了 所以我们第二个任务又是去这个种菜啊 我们要解决这个地方的粮食问题 OK 我们和阿秋说话啊 终于在这座荒芜的空荡岛上打造出了绿色森林 谢谢你方块哥 如果在这座空荡岛上 你也能再次创造 鞦韆给我 我会很开心的啊 只要有饲料 就可以不断地创造出绿意 再打造出更大规模的草原和森林吧 方块哥也让这座岛像蒙佐拉那时候一样 继续制造出很多很多绿意吧 好任务达成 我们他又想要这个鞦韆了啊 好我们的朋友们都聚了过来啊 我们的三个开头配方全部完成 咦 喜德你怎么了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不 我当然没什么不满的 这是很奇妙 我心里有一种 该不会是因为无法创造物品 有种自卑的感觉吧 他那是武士啊 总之方块哥 你又创造了很了不起的东西 居然把整个景色创造出来 太惊人了 方块哥 你看得到地图对吧 只要从上往下看地图 就能清楚了解到 我们建造了整片景色呢 不只有物品 整个世界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创造 创造师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呢 哇哦 身为你的父亲 兄长 有时候则像是母亲 感到 无语容焉哦 就是无比的荣誉 哇哈哈 可真是不可思议 明明创造出这么厉害的东西 却还有好多好多东西想创造呢 是那样说没错了 也不能一直都只有打造草原或者种树吧 或者说差不多该为收集新材料以及新伙伴往下一个大导了 总之目前完成了